又来吃潮汕牛肉 还是老规矩一口气先上个七盘再说 另外加了两份蔬菜 再配上这个碟子 这个是沙茶酱 咸的 这个是吃潮汕牛肉的绝配 再配上窗和风景 今天找了一个靠窗的一个座位 来着这家牛肉店啊 确实不错 实际上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即使在成都 我也很少去吃什么火锅啊 穿菜啊这样 我不太喜欢吃这种可谓很重的东西 这一周啊 我们又要出发了 要开始我们的旅程 第一站啊 先到广州 再到泉州 再回我老婆梁家 海陆峰 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最终的旅行的目的地啊 还是泰国 还是回到巴提阿 因为对我们来说巴提阿 也是我们的一个家 虽然 这一段时间在泰国各种不足异啊 可以说是泰国略我千百遍 哈哈哈 当然我以前也讲过哈 我在泰国的遭遇哈 首先是我们的签证啊 长期签证啊 面临着到期以后不能续签了 比如说我们以后 要想作为泰国的长居客啊 应该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一次我们回泰国 跟以前去泰国就完全不一样啊 以前的话就是准备去长居的 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是去旅居的 就跟一般的游客去也没什么区别 相当于就回到疫情前啊 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这就是一个旅居的状态 我以前也讲过啊 实际上成都跟巴提阿 两个城市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是旅居的城市组合中啊 一个最佳组合 首先哈 第一个互补性是什么 我这段时间回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在视频里面也看得出来啊 我现在明显的就胖了很多啊 脸上的肉啊就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 哈哈 脸一下就肿胀了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不同的气候条件啊 对人的一个影响啊 我在泰国就是很自然的就瘦下去了 虽然在泰国感觉吃了也不少啊 也是在外面吃啊 但是啊 身体就自然的就瘦下去了啊 所以这也是在泰国生活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效果 可能就是因为当地的水土吧 另外一点啊 我觉得巴提阿跟成都的生活可以互补的 就是气候可以互补的 成都实际上最难熬的有两个季节啊 一个就是冬天啊 这里啊 因为长江以南嘛啊 中国没有暖气 呆在家里面比在室外还要冷啊 因冷难耐很多北方人呢 到了这里都受不了啊 这个季节刚好又是泰国最好的季节 如果是你冬天啊 到泰国去旅居两三个月的话 刚好完美的躲过啊 国内的南熬的冬天啊 也是非常完美的啊 另外夏天啊 实际上也可以到泰国去避暑 因为中国最热的七八月份啊 到泰国刚好是它的雨季啊 天气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凉爽啊 还有现在巴提啊 跟我们全家人来说的话 应该是跟我们的生命啊 就紧紧相连的 比如说对我来说啊 因为我有高血压的毛病 到了泰国以后 那个血压就会自然降低 因为它纬度比较低嘛 据说是越靠近尺道啊 那个血压就越低 另外它气候比较稳定啊 又比较热 这样的话 你的血压也会自然的降低 对我的身体当然是非常好 另外实际上对小孩 对他们的学习也很有帮助 因为通过这一年 在泰国的商业儿园 他们接触到泰语英语 实际上对他们 丰富他们的人生经历 还是非常有好处啊 现在他们即使在国内 两个小孩之间也经常在练习泰语 他们对泰国文化真的还是非常的热爱 所以我也不想人为的去割断这种联系 以后哪怕不能在泰国常呆 不能在泰国上学了 我也想通过旅居的方式 拿个旅游签证到泰国去 每次待个两个月三个月 也让他们去进一些补习班 培训班 去学英语也好 学泰语也好 尽量让他们跟泰国之间的这种联系 能够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是有帮助的 另外对他们学习英语也很有帮助 因为我对小孩未来的规划的话 就是准备移民到欧美国家去生活 英语就是他们以后最主要的语言 但是在中国国内学习英语的环境是比较差的 你去上那些英语培训班 费用非常的高 因为又缺乏英语的环境 以后的话就是说 即使他们在国内读书 利用暑假寒假到泰国来旅居 也是有一个语言的环境 然后在泰国去上那种补习班 也是纯老外教学 语言环境各方面 都比国内效果是好很多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巴提亚对我们家来说 也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因为你在国内生活的话 了解外界的信息有诸多的不便 还有环境的一个制约 虽然现在国内发展非常的快 基础设施那么先进 但是在文化方面 还是跟在国外生活 了解接触的信息面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时间久了的话 你都会变得必塞 所以说我们每年到巴提亚去旅居的话 相当于也是开阔我们视野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跟各个国家的老外接触 比如说像澳洲大叔 这样的话 你才不会把越来越封闭 变成一个井底之蛙 到时候别人真说你四川人 熟犬废日 当然现在信息的一个社会 实际上四川跟沿海地区那种差距是越来越小 我们以前四川人有一种观念 就是好像沿海地区的人 他们的视野比我们更开阔 见识更多 但是现在真正了解 发现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 因为现在接触的信息 大家都是恭喜 可能是最后一点 就是巴提亚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在旅游方面的一个价值 因为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 时间久了以后 你还是有一种渴望 就是到不同的环境里面 去体验不同的生活 像我们家有个小孩在成都上学 每年还是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看不同的世界 所以说我就准备把巴提亚 做我们家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以前我们也有这种想法 就是带小孩去尽量不同的地方 去体验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但是后来我们真的是放弃了 因为小孩现在年龄还小 你带他去很多的地方 可能他不一定长大了以后会记得 可能探索不同的世界 还是留在他们长大了以后 再开始吧 这样的话可能性价比更高吧 你不但钱花了 没起了现在效果 并且你每次旅行 换不同的地方真的很累 我们以前带小孩出去旅行 实际上大部分的时间 就花在照料他们的仪式租行方面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要去找酒店 做大量的功课 到了以后你要去找吃的 实际上留给自己去探索新的城市 新的生活 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与其这样还不如固定选了一个地方 做我们家旅行的地方 所谓巴条 就是一个完美的我们家的一个旅行地 另外我们在那里有房有车 每次住在那里也住的比较舒服 那肯定比酒店舒服多了 另外有车的话也解决了出行的问题 也更加的安全 可能有人会问 你在巴迪亚生活那么多年 你每年都去那里 你会不会感到厌倦 实际上真的是一点都不厌倦 巴迪亚城市不大 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城市 你每次去你都会发现很多全新的东西 很多新开的餐厅 很多不同的那种文化活动 还有不同的有意思的人 各个国家的人 因为有的人来有的人走 你每天接住的都是新鲜的 不同的面孔 我很少见到像巴迪亚这么多元 这么国际化的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家来说 就是一个完美的旅行地 旅行的话就选择到巴迪亚 我觉得更轻松 可能得到乐趣也更多 总之吧 泰国虽然掠我千百遍 我依然带泰国如初恋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这个是今天的消费 点的这些菜 总的消费两百九十四 但是也是买到券 在那个大众点评上面买的 五点几折的券 反正底扣下来大概是用了一百八十四 所以今天消费一百八十五 本集完 张集完 打卡